男子才刚进捷运站没多久就被战务人员拦下 要求他出闸门等警方到场 原来他被其他乘客检举腰间挂了一把枪 事发在今天早上7点多板桥江紫翠捷运站 41岁王姓男子挂着枪想要搭捷运 乘客看见之后是相当惊慌赶紧通知战务人员来处理 趁着他还没有上车就赶紧把他给拦下来 并且带他到角落避免和其他乘客接触 警方到场处理之后发现他挂的是一把BB枪 初步研判应该是没有杀伤力但询问他为何要这样做 王姓男子似乎是觉得这样挂在腰际搭车很帅 虽然他没有拿出来挥舞或是做事要下其他等车的民众 但因为已经引发其他乘客的恐慌 得以设違法将他移送法办 而事发后警方也加强捷运站内的巡逻 避免又有人模仿 带类类似的东西去搭车又引起其他乘客的不安